台中有一名大货车的司机开车的时候呢 低头看了一下简讯 结果不小心就追撞前方的小货车 造成驾驶的妈妈伤重死亡 必须要赔偿死者家属158万 警方说如果时速80公里的话 低头只要两秒钟 车子就会往前进50公尺 非常的危险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专心开车 随着智慧型手机联络方便 开车低头产生的事故也逐年攀升 台中一名大货车司机 就是在送货时经过快速道路上 在80公里的时速下低头看了手机两秒 没有注意到前方一辆抛锚停在路边的小货车 直接从后方追撞 导致副驾驶座上的妇人伤重不致死亡 发院判决大货车司机开车使用手机造势 需要赔偿150多万 而当事人也相当后悔 警方也表示人手一击的时代下 常常传出低头足造式的意外 许多人都觉得看以下不会怎么样 但往往意外都发生在那一秒钟 法律也规定开车如果低头滑手机 就会罚3000块 机车甚至脚踏车也不准 否则就要吃下1000块的罚款 如果真的有重要事情要联络 还是将车靠边熄火 要不然就是专心开车 避免发生意外 拜拜